好 接下來這一幕應該是痛風肉燥飯吧 高雄那麼一間交棒給第三代經營的古早味肉燥飯店 那麼開幕為了打響知名度 所以推出限量商品叫海鮮肉燥飯 你看這一幕它其實肉燥飯上面鋪什麼 它鋪這東西新鮮直送 很肥美的鵝啊 然後搭配日本青森進口的鮭魚卵 還有蝦卵鋪得滿滿滿看不到飯 那其實光是成本大概就要80多塊 可是他們家你看我們的標題 百元油找CP值很高 就是希望這段時間趕快打響知名度 滿滿一盒肉燥飯放上大顆飽滿汆燙過的鵝啊 再鋪上鮭魚卵跟蝦卵 新鮮海味搭配肉燥飯 就是這間古早味餐館推出的招牌料理 看起來很漂亮啊 然後東西覺得看起來很新鮮啊 就很豐富啊 一看了就很有食慾啊 朋友在網路上有打卡 對 你覺得划算嗎 划算 我海鮮控 CP值超高的料理吸引民眾冒雨來買 其實這間店的老闆娘是古早味肉燥攤車的二代傳人 肉燥都是掌握火喉 每天新鮮現滷的 古早味交棒給第三代 開幕式營運推出限量商品海味肉燥飯 帳頭的鵝啊是每天從嘉義東時新鮮直送的 肥美大顆 價格從一年前的一斤一百三十元漲到一百九十元 鮭魚卵則是從日本青森進口的一盒五百克就要價一千兩百元 同樣從日本進口的蝦卵五百克也要六百元 一碗海味肉燥飯光是鵝啊 鮭魚卵跟蝦卵的成本就要八十幾塊 開幕優惠價百元有找 老闆說是打知名度的破盤價格 每人限購一份 你有沒有覺得老闆在那裡賺錢嗎 有 因為日本料理店應該一盒要好幾百 第一天是五十之後一百 有沒有回頭客再去訂的 我蠻多的 蠻多客人就是打電話預訂 可是這個因為太限量了 先為爆棚的肉燥飯因為東西新鮮份量足打響名號 疫情籠罩下 新店搶吸睛 不計成本想新噱頭 就是希望客人口耳相傳 帶動生意 記者留言發高雄報導